高端的银行抢劫 常常采取最简单朴素的手法 开门 搬钱 搬钱 再搬钱 接着砸监控 肯定有人吐槽抢劫不带头头 监控还放最后砸 你没吐槽错 这个男人就是个大聪明 而且竟然还真让他抢成功了 车被钞票塞得满满当当 总计1700万美元 之后他还成功骗过了海关 顺利逃到墨西哥逍遥快活 一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抢劫案 即使最终被捕 仍然有260万美元没有被找到 整个案件的每个环节 都震惊了全国 也蠢哭了全国 更离谱的是 这个荒谬的故事 竟然改编自1997年的真实事件 名为卢米斯法哥抢劫案 男人大卫本来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运钞员 在银行里是模范员工 在家里却是一个卑微的丈夫 从他们的婚纱照就能看出 这段婚姻有多么窒息 她生活中唯一的波兰 就是一直暗恋着女同事凯莉 凯莉姓子也 并且不安于现状 听说一个月前公司金库被内部人员抢劫后 她也有些心动 甚至想把大卫拉上贼船 可当她看到这个家伙时 发现她真的是个小天才 连怎么使用枪都不懂 一把枪的弹架里有6发子弹 全都巧妙地避开了靶子 然后帅气收枪 差点给自己多开了个眼 本来抢劫银行 真是只是凯莉嘴上说说而已 谁知道第二天 因为上司对大卫出言不逊 暴脾气的凯莉直接与上司硬刚起来 表示自己早就不想干了 当场脱下衣服走人 失去了工作后 凯莉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还是职业小偷 当他们看到银行被抢的最新报道时 他们也动了外念头 于是说服联手搬空银行 就抢他之前工作过的那家 接着让凯莉使用美元计 诱惑大卫来做整个计划的执行者 而小偷则化名为盖比特 全程不露脸 在背后当起了狗策划 抢银行可是重罪 大卫怎么着也得先想想 结果凯莉只是摸摸他的手 他就立马失去了理智 到了第二天 凯莉和他打电话 表示成功抢劫后 就和他一起双速双飞 当一对野鸳鸯 这下大卫再也坐不住了 内心激动无比 脑海中开始幻想和凯莉甜蜜的画面 立马下定决心 为了爱情当个冲锋的勇士 紧接着 他开始了一系列魔鬼又离谱的训练 从射击到体能 再到野外求生 一窍不通 唯独在吃的方面 背也都直呼后继有人了 经过几天毫无意义的瞎折腾后 抢银行行动正式开始 大卫先和往常一样 跟着同事一块下班 等对方离开后 他立马折返回到银行金库 这是大卫第一次干坏事 内心止不住的紧张 但一打开门看到满屋子的钞票后 他瞬间就来劲了 撸起袖子直接开杆 一框一框的钞票 不停往后背箱扔 此时他脑子里全是 和凯莉幸福的私奔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下班的同事突然折返回来了 并抄原证胆战心惊地 抢自家银行 结果原本回家的同事 忘打下班卡 突然折返回来不卡 然而此时的大卫掉前眼里 丝毫没有察觉异常 发出的动静引起了同事注意 对方走近一看 很快就发现了大卫 这场面 傻子都能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卫见状 瞬间紧张了起来 连忙摸向腰间的配枪 黑哥一开口 就知道是被同事卷死的 冤种打工人 因为他生气的点是 说好的一起摆烂 你个小天才背着我 偷偷搞内卷 等对方走后 大卫这才松了口气 继续搬运钞票 花了整整7200秒 终于把金库搬空了 完事后 他才想起来砸金库摄像头 然后偷走了监控录像带 结果眼下看漏了最后一台 此时的大卫已经迫不及待的 庆祝起来了 充满智慧的武姿 被监控尽收眼底 可接下来 大卫就乐极生悲了 钞票装的都快要溢出来了 车后门使出全身吃奶的力气 也关不上 脑子灵光的大卫 选择钻进车里 整理一番 不料 车后门从里边是打不开的 很显然 大卫把自己锁了起来 更被他蠢哭的是 他把联系同伙的对讲机放在了外边 这是把自己后路都给断了 妥妥地玩犊子 警察还没来 他就已经把自己给交代了 可看着满车的钞票 大卫怎么会就这样轻易放弃 他试图从驾驶室的小窗口钻出去 不出意外的话 是出意外了 大卫的大翘臀 直接被卡得死死的 看到副驾上的交代 大卫聪明的脑瓜子灵光一闪 立马把一踏踏钞票捆在一起 固定在手上 然后另一只手开火 接着用钞票采离合 成功启动了车子 以后谁再说钱不是万能的 大伙就把这段视频给他看看 然而再次让人傻眼的是 这小子直接破墙而出 而且还油门接着踩到底 车子直接飞进了水沟里 可大卫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就是个工具人 同伙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 直接打开车厢 看着车里满满当当的钞票 眼睛直冒金光 按照盖比特的计划 主要嫌疑员大卫得先去墨西哥避避风头 等把钱分好后 凯莉再和他会合 为了顺利通过安检 凯莉把整整两万现金 塞进了大卫的裤衩里 接着大卫带上准备好的假身份证 直奔机场 来之前 凯莉还特意给大卫乔装打扮了一下 然而这个样子 属实是辣眼睛 于是 大卫顶着性感迷人的大翘臀 带着妖娃妩媚的蛇蝎美童 引起了安检人员的强烈不适 直接碰都不想碰他 大卫侥幸躲过了搜身环节 顺利过了安检 该说不说 虽然造型有点潦草 但效果是出奇的好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掏出来的现金 会沾有不明物 大卫前脚刚走 其他同伙就开始清点抢到的钱 共计1700万美元 几个大塑料桶都装不完 FBI也不是半个500 很快就知道是大卫干的 此时的大卫 已经身穿牛仔装 享受着阳光沙滩 住着海警房 一直迫切地等待凯莉的到来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盖比特为了独吞赃款 转头就告发了他 凯莉虽然于心不忍 但为了钱 毅然决然抛弃了大卫 不久后 国际刑警来到大卫住的地方 但大卫傻人有傻福 关键时刻成功跳到船上 躲过了一劫 盖比特以为已经把大卫这个祸患消除 开始挥霍财富 住豪宅 买豪车 每天活在前沿里 直到大卫再次联系他们 他们才知道大卫这小子居然躲过了警察 但聪明的大卫至今没察觉 自己早就被出卖了 也不知道盖比特的真实身份 让凯莉在会前过来时 他才发现凯莉给的卡 居然是一张健身卡 而且上面是盖比特的真实身份 盖比特气的头皮发麻 被诸队友背刺了一手 这下彻底摘不干净了 如果大卫被捕 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于是他想出个消灭大卫的法子 顾杀手 此话一出 孩子们吓得屁都不敢放 接着男人掏出手绢擦口水 里面净掉出一只耳朵 孩子们离开后 盖比特立刻切入主题 把大卫的照片递给了杀手 很快 杀手就来到了墨西哥 专业人士干起活来 果然相当有个性 放着一桌真家伙不要 偏偏钟情于一把古董火枪 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给枪罐上火药 这么远的距离 他无需瞄准气 信心十足 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杀手爬起来体面地理一下发型 静止走向大卫 但不急于动手 而是开始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比起当老六 他更享受光明正大猎杀的快感 却没想到 这个体重200斤的胖子 居然踩着滑轮拉着货车飞速逃走 杀手差点追不上 好在路口的红绿灯 帮他拖延了时间 于是杀手抓起武器 用力甩出 标枪在空中划过 成功破坏了副驾驶座位 吓得司机猛踩油门 让大卫成功逃脱 事后 他给凯莉打电话 终于明白了一切真相 顿时身无可恋 比起钱没了 更让他扎心的 是感情换灭了 大卫心如死灰 很快被杀手抓住 然而当杀手正准备动手时 他突然发现大卫的假身份证 真是见鬼了 两人不仅同名同姓 还是同年同月同日 在同一家医院出生 原来大卫的假身份 就是从杀手那偷来的 但杀手并不知情 他觉得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就这样 不仅人没杀成 两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反而成为知己 在沙滩上共同享受阳光的沐浴 两人分道扬镳 大卫决定找盖比特复仇 夺回失去的东西 而盖比特也摸准了大卫的软肋 绑架了凯莉作为人质 迫使大卫屈服 得知凯莉为他陷入危险 爱情之火重新燃起 他冒险回到国内 直奔盖比特的豪宅 而突然报复的盖比特 也引起了FBI的注意 他们派遣一位线人混进了豪宅 趁着没有人注意 大卫打开了一个法棍面包 里面竟然藏着一把步枪 他将步枪组装好 注意到有守卫在门口 凯莉一定被关在那个房间里 他迅速处理了守卫 他一拳打破房门 还没等凯莉反应过来 直接用力推倒了他 然而这时候守卫已经逃出来了 盖比特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FBI的线人当场暴露了身份 大秀了一把身材 可惜没有人理睬他 事情闹大后 大卫带上凯莉开车逃跑 大门就在前方 他踩下油门 准备强行冲出去 盖比特很快追了上来 一把将大卫拉下豪车 结果撞上了FBI部署的车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盖比特 在大卫的挑衅下 直接一股脑地将抢劫金库的计划 全盘拖出 又是策划 又是洗钱 FBI从未想过案子会如此轻易地破解 这起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也终于结束了 相信大家看完电影后 会发现全都是一群笨贼 很难想象这竟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当然 肯定有戏剧性处理 才能演绎的如此荒诞 然而鲁米斯法哥抢劫案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抢劫案 其中1700万美元 还有260万1000美元下落不明 而电影则给出了另一种真相 也许有这样的可能 那笔钱被大卫沉入湖底 等到他出狱的那天 又会是一个富有的人 因为我们在这边